Hello everybody 又到了我们这礼拜的博佑国际新闻导读时间了 那我们这礼拜要来介绍的是一个西非的拳击运动 我们来看标题怎么写 Dambay How an ancient form of Nigerian boxing swept the internet 主要这个运动的名字就叫做Dambay 它其实是一种非洲的拳击格斗运动 而且主要是盛行在西非 那这种拳击运动呢 其实你看我们的画面就知道 它是一个很 看起来其实就跟一般的拳击很像 但其实呢 它的装束就不同了 你可以看到选手的一只手会用布包裹起来 但是一只手是赤手空拳的 那这种拳击运动等一下稍微会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标题 它说How an ancient form Ancient是古老的 那form是形式嘛 那这里指的Nigerian这个地方呢 它指的其实叫做尼日河 Niger N-I-G-E-R 那尼日河呢是西非的一条大河流 那它流进两个主要的国家 它的上游的国家呢就叫做尼日 而下游的国家呢 被西方的殖民国家呢 取名叫做Nigeria 其实呢都是从尼日河而来的 所以他们其实 你要怎么说 它是被分割成两个国家 或是他们应该是一个国家 其实是很难讲的 事实上这些地方住着各种不同部族的人 所以他们的文化其实差异也相当的大 不过这篇新闻呢 主要讲到这个Zambe呢 它是属于是尼日河的中上游的人 所使用的 所在流行的一种文化 那这群人的名字 这群人的族群的名字呢 叫做Hausa Hausa人 他们的语言 但是其实呢也并不单纯只是血缘 就是豪杀人 那我们等一下稍微会稍微 下面新闻再讲解 会稍微看到一下 Hausa人是分布在什么地方 那他的boxing 这种全集 Swifted Internet 就很少了 很少了网际网路 因为他们的全集被录影下来 被他们录影下来 传到网路上面了 大家现在上面看到 就是他们当地的人 自己录下来 全集运动的画面 然后传到网路上面去 在YouTube上面 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精彩的画面 这个全集运动就非常横扫网路 很多人都在看 这是6月18号 从Algezira半导新闻的一则报导 再介绍一下这个运动 Dambé OK那我们下面就来看 这则新闻会遇到一些生字 第一个是个形容词 就我们标题的Ancient 是古老的 Ancient 再来关联 它这个当动词使用 是associate 但是其实它比较常出现 它过去分词 associated 跟什么有关的 或是associating 相关的 这些东西 再来wrestling 本来动词 把它变成现在分词 当形容词了 就是wrestle 变成wrestling 它就是摔脚的 那我们就知道wrestle是摔脚 在spear 这个枪呢 是指向毛 枪毛 长枪 这种东西 就是前面尖尖的那个 叫长枪 spear 再来opponent 是对手 opponent 再来shield shield 是指盾牌 那也有可能是指掩护 shield something 掩盖了什么东西 好再来 但不过这则新闻里面 就是当盾牌 标准的名词 再来knock out 这边是名词 但其实还可以当动词 这个其实就是ko的由来 knock out 就是k跟o 就是把什么人击倒了 帮你knock是敲击 那out就敲出去嘛 所以knock out 击倒了 击出场外了 好再来clan clan是指有血缘关系的这个部族 它是指一群人 尤其是古代的社会 或者比较原始的社会呢 他们就会用clan 就是用血缘关系来构成他们的群体 叫做clan 好 butcher是屠夫 也就是帮忙屠宰动物 因为我们就需要吃肉 那这些动物就需要被屠杀 好进行这件事情的人就叫butcher 那他也可以当动词就是屠宰的意思 tournament是指竞赛 tournament是竞赛 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字 像我们的运动大会都可以叫做tournament 再来fame fame是名声 它是一个名词 它其实就是跟famous有关 famous就是它的形容词啦 就是有名的 那fame就是名声 再来huddle是挤在一起的意思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爆头数 爆头说在那边 说成一团的样子也叫做huddle 那其实就很挤啦 所以挤在一起叫huddle 再来showcase 它其实本来应该是个名词 因为case是柜子 但是呢 你把它当动词 这个新闻把它变成动词来使用 就是意思就是把东西放到展示柜上展示 也就是想要展示什么东西的意思啦 其实就回来 它其实还是show的意思 好 下面的sensation呢 它其实跟那个 那个感受其实是有关 但是它延伸解释就是大家都有感觉的东西 所以就是个很轰动的事情 就是sensation 它延伸的解释就是一场轰动 非常非常轰动的事 ok 或造成什么样的风潮都可以 叫做sensation 这边我们就来看新闻的第一句了 第一句 Dambay is a style of boxing associated with the Hausa people in the southern Niger and the northern Nigeria 好 这边就有看到我们刚刚讲的 这就是你日和流域的国家嘛 好 来看 Dambay是一种风格 其实是一种形式 什么的形式呢 是of boxing 那这个boxing呢 这种全集呢 是有与谁有关的 所以有一个关联的 就是它过去分词 associated 关联的 其实它是一个说简化的子具 我们以前有讲过不少 which was associated 那个which was 全部被省略掉了 就剩下这个 过去分词在这里 好 跟什么有关呢 with the Hausa people 就是豪萨人 那这个豪萨人是西非的一群人 那这些人他们使用共同的叫豪萨语言 其实那是一个很像的语言 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差异 那豪萨人在哪里呢 in southern Niger 在尼日 Niger翻译过来 就尼日国的南方 跟Northern Nigeria 你们有发现了 一国的南边 正好是一国的北边 没错 这两国相接 一个在北 一个在南 来看一下 这就是尼日 其实它是尼日河的上游 那这边很大片的形省 其实是因为沙漠地带 比较亮的部分 就是豪萨人分布的地区了 好 再来我们把Nigeria 也就是奈及利亚 也显示出来 就是在它的南边这一块 那这里呢 就是整个西非 西非在这一大块区域里面 好 那你可以看到 亮白色的部分呢 就是豪萨人所分布的地区 他们其实就是在尼日河 尼日河在这边出海 然后从这边流过来的 所以他们就是 尼日河的中上游的这些人 就是豪萨人分布的地区 这也会讲到一个 比较奉势的地方 就是非洲的国家 其实是被西方的人 硬切出来 我们看 这是尼日 好 那这是奈及利亚 其实都是从尼日河 就是Niger这条河而来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切分呢 其实没什么道理 他就是看西方人 他们怎么占领这些土地的 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要严格去讲 怎么区分国家的话 也许豪萨人 他们才算是一个国家 那这边可能是不同的部族 他们应该要归属于不同的国家才对 那这些西非的国家 为什么会这么动乱 其实多多少少就与当初殖民国家 帮他们割出来的这个样貌是有关的 但是我们这次新闻就不讨论这个议题了 但是看到这个所谓的豪萨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Niger Nigeria 其实明明就是类似的地方 那其实就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 也就是尼日河流津的地区 但是却被西方的硬式 切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家 那而且这些国家里面的族群分墓 非常的混乱 OK 新闻这边节路很快就来到介绍这个运动了 Starting out as a wrestling sport It is now a striking sport Where one fist is used as a spear To strike an opponent And the other as a shield 好 这边其实就讲到怎么使用了 第一个首先先看starting out 就是说一开始是什么 OK 一开始是什么 start out I start out 我开始了 那out 我开始 但是开始 开始做什么事情呢 OK 所以他就必须会通常加一个s 介细值就是做为什么东西 OK 所以一开始做为一个wrestling sport OK So as a wrestling sport 那就是一个摔脚的运动 本来是摔脚 摔脚是两个人会抓在一起的 打来打去扭打的 这个这种运动其实是就是 有点像是就是街头打架 wrestling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It is now a striking sport It is now 现在是一个striking sport 就是打击 就像拳击一样 所以他这边boxing 摔脚跟boxing不一样 摔脚是会抓来抓去的 那如果是打击的话 就是拳头挥出去打对方的 打了 你不可以抓人家的脸 抓人家的手肘 本来是wrestling 是可以抓的 好 那再来呢 下面就一个直句 是在讲这个striking sport的细节 所以 where one fist is used as the other as 我们先把这里标出来 就是一个拳头做什么 另外一个拳头做什么 所以他分别讲了两个拳头的用法 所以 one fist is used as 什么呢 a spear 一只手是当 像长枪一样 干嘛来 to strike an opponent 也就是说 一只手像枪一样来打击你的对手 and the other as a shield 另外一只手呢 就是要当盾牌 来防止敌人的攻击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包着布的 其实就是当盾牌 那没有包布的那只手呢 就是打击对手用的 好像长枪一样 就像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打dambi的时候呢 选手的手呢 就是一只手就会包着布 然后一只手就刺手空拳 下面这边就下面就继续讲了 the game is fought in three rounds or fewer if a knockout punch is delivered 这个呢 一场比赛 the game就是游戏嘛 is fought 就是可以当比赛 is fought 就是被 来战斗 就是被打啦 一场游戏是怎么打的嘞 is fought in three rounds 就是打三个回合 三个回合三战两胜嘛 或者是会打更少一点 fewer 为什么呢 if a knockout punch is delivered 就是说如果呢 有一个 就把人家击倒了 knockout punch 那punch是全击嘛 所以那is delivered 就是已经 如果有人打出了knockout 有人把人给 急晕了 击倒了 那就是代表他获胜了 所以他是单击倒字 就是你被击倒一次 你就输了 下面这一段呢 要讲的是他们礼物奖品 winners receive prizes in the form of money cattle presents from fans over motorcycles and cars 好 胜利者 winners receive prizes 就是呢 奖品 奖品是什么呢 in form in the form of 就是用这些形式 奖品的形式 of什么东西呢 money cattle 钱 牲畜 presents from fans 这些粉丝们送的礼物 这些礼物有可能是什么呢 over motorcycles and cars 这些现代有可能是什么 摩托车 甚至是汽车 那下面这里 on rare occasions young women are married off to fighters as rewards 好 再有一些很稀有的场合 现在比较少 以前可能比较多 rare是稀有的 occasion 所以说on some occasion 在什么样的场合 occasion就是场合 这是很常见的片语 on this occasion on the occasion of 什么 ok 就是在什么样的场合 那这边讲的是 指很稀有的场合 所以直接用形容词 rare occasions 在很稀少的场合里面呢 young women 就是年轻的女性呢 are married off 好 这个呢 marry就是结婚了 ok are married 但是marry off的时候 其实就是被嫁出去的意思 女性被嫁出去了 married off 那 嫁给谁呢 用介细词使用to 那这个off 是指它的 它的副词 marry off 就是嫁出去了 ok 好 然后to谁呢 to fighters as rewards 就是嫁给这些战士们 作为它的奖品 下面这个比较长的段落在讲 它的发展的历史 或它过去是原本是什么样貌 看它怎么写 Dambay began when clans of traveling butchers from the Hausa tribe started fighting tournaments with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ey were soon competing for fame and the glory as locals huddled around the ring to cheer their favorite fighter on 好 第一句是什么呢 他们本来Dambay began Dambay一开始 when 那一开始是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Dambay began 其实就是它开始 但重要的还是这个指句 是什么呢 clans 我们后面这些介细词先不要看 就是这些部族呢 started fighting tournaments 就是部族呢 他们这些士族们开始呢 打这些竞赛 这些比赛 这些竞赛 那是什么样的clans呢 就用介细词来解释 就是这些旅行的屠夫 也就是说豪萨人呢 他们的负责屠宰生畜的呢 是有一点像是 由周游各个部落的 各个tribe之间的一群人 他们是这些butchers 这些屠夫们 然后是from豪萨 tribe 他们是豪萨的部落的人 那他们的fighting tournaments 是跟谁打呢 是跟with the local communities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其实他们就是一群会到处来 有点类似游走于各个部落之间呢 来帮大家屠宰生畜的一些专业的屠夫 他们到这个地方 除了屠宰动物以外 有时候他们也打打拳来娱乐大家 所以说呢 他们这个打拳是娱乐的 但是呢 打拳会找谁来打呢 就跟当地的人 当地也是豪萨部落的人 来跟他们做什么 community来做些比赛 就当成娱乐 但是 所以分号的转折了 They were soon competing 所以这是第一个句子 They were soon competing for fame and glory 因为这个打拳呢 到后来就变成是一个 很精彩的运动 所以说呢 他们再来就不只是娱乐 他们就变成 Soon competing 他们竞争 竞争为了什么的竞争呢 名气跟光荣 好 那这边有个连接词 S 所以第二句是当地的人呢 Locals huddled around the ring 就是当地的人呢 他们就挤在这个圈圈 就是格斗场的圈圈 就是我们讲boxing的圈子嘛 就格斗圈外面周围 around to cheer their favorite fighter on 来鼓励他们的 最喜欢的战士们继续打 所以 Cheer somebody on 就是鼓励他们继续打下去 OK 所以这就来讲一下 这个Dambe 他们的原始的样貌 是怎么样来的 新闻最后段落就讲 它为什么是 internet的 那个新的sensation in January 2017 with a desire to showcase the game to the world some young people launched Dambe warriors on youtube and the game soon becomes an internet sensation fans across the world have viewed its youtube videos millions of times 好那其实就是原来是有年轻人想要推广啦 所以 in January 2017 其实就是在2017年好像很清楚啊 时间 2017的1月 with a desire to showcase the game 就是呢 有一个什么样的欲望 with a desire 带着什么样的欲望 这个欲望是什么呢 to showcase the game 也就是展示 展现给 这个游戏 这个 这场运动的游戏 not get sick to the world 所以就是带着这样的欲望 所以这边都是条件 这是时间啦 in January 然后呢 他的状况是带着这样的欲望 想要来展现他们的这种传统的格斗文化 some young people 就是一些年轻人 当然年轻人比较会用网络嘛 launched 这个就发动了 Dambe warriors 记得他都是大写 所以说呢 其实就是一个专案计划 而且是一个 他们的一个频道 其实事实上就是一个YouTube频道 叫Dambe warriors 等一下我们最后会有参考资料 Dambe warriors 就是Dambe战士们 那on youtube 在YouTube上面 end the game 这个这场这种运动的游戏呢 这种运动的竞赛的比赛呢 soon becomes an internet sensation 马上就变成了网路上的一个风潮 轰动的风潮 就是网路上面就很多人在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点击率非常的高 Fans across the world 就是从世界上各地来的这些粉丝们呢 have viewed its YouTube videos 已经看了他们的YouTube的这些影片呢 millions of times 已经看了数百万次了 没错哦 我有去查了他们网站上面 他们的YouTube频道最多 大概有六百多万人看过的影片 但是不过最近 其实影片不多 最近他们上传的影片比较少一些 这就是这个新闻介绍了 为什么它是变成网路上的风潮 原来是有年轻人想要把它介绍给全世界 把它变成一个有吸引力的运动 可以撞造观光的产值 在最后我们把整篇新闻重复道理念一次 Dombe is a style of boxing associated with the house of people in southern Niger and northern Nigeria starting out as a wrestling sport it is now a striking sport where one fist is used as a spear to strike an opponent and the other as a shield the game is fought in three rounds or fewer if a knockout punch is delivered winners receive prizes in the form of money kattle,presents from fans or motorcycles and cars on rare occasions young women are married off to fighters as rewards Zanbei began when clans of traveling butchers from the house of tribe started fighting tournaments with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ey were soon competing for fame and glory as locals huddled around the ring to cheer their favorite fighter on in January 2017 with the desire to showcase the game to the world some young people launched Dombe warriors on youtube and the game soon becomes an internet sensation fans across the world have viewed its youtube videos millions of times 那我们最后看我们的reference 主要是半导新闻的原文网址 还有大家如果比较有兴趣的话 我们下面也会有连结 就是Dombe warriors的youtube频道 大家可以点击去看 他们的拳击影片